女孩真的好不甘心 明明有着谁看谁想摸的眉腿 却偏偏配了张谁看谁想吐的丑脸 所以她总是痴迷于网络修徒 以获得虚幻的吹捧 但每当她回到现实世界 就又会被其他人肆意羞辱 甚至连拿个快递 也能在快递小哥脸上 看到那赤裸裸的嘲笑 终于她再也受不了这种歧视 准备一死了之 但突然出现的老婆婆 却拦下了女孩 直言她有一种秘书 能将女孩变成绝世大漂亮 可女孩根本不信 因为她已经被羞辱了18年之久 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丑陋 是整容都拯救不了的程度 而老婆婆也没有多言 直接用力猛拽自己的头发 随着一张面皮掉落 老婆婆竟真的变成了一个妙龄少女 这下女孩可高兴坏了 当即拿出自己最满意的照片 求婆婆帮自己施法 而婆婆倒也没有拒绝 直接拿出了一坨奇怪物质 放进了滚烫的油锅 接着便将其端给了女孩 告诉她这是人魂天赋罗 只要吃下就能改变容貌 女孩看着这奇怪的不明物质 虽然心中恐惧不已 但回想着前半生的无尽嘲笑 她直接恶向了冤生 猛地抓起人魂天赋罗 便塞进了嘴里 而等其再次醒来 女孩真的变成了大漂亮 那些之前嘲笑她的同学 也都变成了绝世舔狗 拼命地围着她不断恭维 甚至走在大街上 都会有心探地上名片 想要把她打造成明星 由于女孩的改变过于成功 引起了不少人的嫉妒 他们也找到了老婆婆 让其微自己改变了容貌 人类因贪心而堕落 因为换脸并不是无害的 每过七天就必须更换 否则就会变成五官全尸的怪物 果然女孩们也受到了反噬 她们再次找到了隐秘 而也必也不强求 直接拿出了女孩们原来的脸 以及绝世大漂亮的脸 让女孩们自己挑选 那些本来就不丑的少女 为了不变成妖怪 果断选择了自己的脸 变回了正常的人类 可女孩却有些犹豫 她深知丑陋意味着什么 实在难以接受再变回从前 于是她拼命地向外跑去 想要放弃这无路可走的人生 但男主却从天而降 拦下了自卑的女孩 她是真的喜欢上了女孩的善良 并且这次就是来表白的 听着男主的真情流露 女孩勇敢地抬起了头 男主哪见过这个 当即被这突然的变化吓了一跳 但她对女孩的情感并没有改变 看着因自己恐惧的眼神 而陷入了疯癫的女孩 男孩直接抱住了她 认真地告诉女孩 自己想接受女孩的全部 好也罢坏也罢 今后都希望自己能陪在女孩身边 就是童话 现实永远不会是这般美好 女孩在漫长的后半生里 仍旧会面对四面八方的歧视 一旦内心不够坚定 也许就会被野蔽趁机而入 再次选择戴上面具 逐渐变成美丽的妖怪